南台湾物價相對便宜 不過有民眾發現高雄有便當店 似乎也不敵物價飛漲 一個雞腿便當悄悄漲了5塊錢 儘管如此50塊錢 還是讓不少民眾說相對是便宜的 另外高雄立亞區則是有便宜的蓋飯 不用百元最多可以吃到9樣配菜 加上一道主菜 因此店外常常大排長龍 台面上一整排雞腿炸得金黃酥脆 還有豐富菜色等民眾上門 先選配菜再選主菜 一個便當裝好裝滿 總共四道菜看起來很豐盛 原本50元有找 但有網友表示這個價格回不去了 這間便當店就位在高雄風山區 原本四菜一飯只要45元 一次也不敵物價飛漲 今年初悄悄漲了5元 一個便當變成50元 不少民眾都說就算漲價還是很划算 因為比起一般便當店隨便一個便當就要破百 只要同板價的雞腿便當CP值相對來得高 另外同樣在高雄則是有百元內的佛心蓋飯 高麗菜豆芽菜菜色多樣色香味俱全 通通任你挑 加上主菜整個便當盒塞滿滿 儘管近來也因為物價調整價格 全品向蓋飯蓋面漲了10元 但一個還是百元有找 成為當地不少民眾的口袋名單 業者想要回饋給當地民眾 所以會盡量維持價格 只能說在物價飛漲不用破百的便當 也成為大家收藏的保障店家 記者吳中軒王秀成高雄報導